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Hello 大家好 我是喜聪 今天呢我想跟大家分享个新闻的来看一下这个新闻 这个新闻又是有关财政部长的新闻 财政部长呢今天刚刚做了一个宣布 就是说呢 那些 中小型企业的银行贷款 他们虽然向财政部的申请能不能帮忙一下 要暂缓那个 还贷 但是呢 这个财政部长呢他就说呢 这次财政部不帮 这是以银行决定的事情财政部不会插手 所以 潜台词就是说 你要死你自己去死啊不管我死啊 OK So 当我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呢我感触是很多是什么 还记得当初2020年呢 刚刚mco的时候啊 那时候呢政府就有出台了一个政策 就是暂缓还贷 就是每个人的房贷跟车贷呢 自动 自动 暂缓 6个月 6个月呢利息没有增加 6个月后才开始 重新还贷 那段时间呢老师说这个政策我个人是收益良多啦 因为我告诉你我做的是服务业你们都知道的 那时候刚刚mco的时候真的是很惨 关店 关店就意味着什么呢 零收入 而且还不只是零收入 那些 工人的工钱 我还是要给的 你知道吗 水电啊 租金我还是要给的 你知道吗 所以不只是零收入 其实是negative 你非但开不了店做生意 你还要另外给钱 那时候是很难顶 好彩那时候呢 来了一个这个 急时雨 就是这个暂缓还贷 让我松一口气 半年之内不用还贷 所以站在我个人的角度 这个暂缓还贷 那时候 对我们来说意义是非常重要的 但是呢 现在这些中小型企业呢 我要注明一下是中小型企业不是那种大企业 中小型企业呢 现在都在风雨飘摇中 大家都知道了 OK 现在这些中小型企业面对很多问题 第一 经济肯定不好 不用骗人的 经济肯定是不好 他们的生意啊 现在都是很难做 第二 那个劳工问题又非常的严重 他们需要很多 外劳 很多劳工 已经跑去新加坡做工了 所以马来西亚现在呀 国内是延缺劳工的 然后又要等外劳 然后我们的政府 又 迟迟的不把外劳带进来 所以 他们现在呢 连单都不敢借 这样赚钱 OK 然后呢 还有就是呢 现在马币贬制到这么严重了 如果他要进口那些原材料的话 成本会增加很够力 生意不好 成本增加 还没有劳工 真的是 你已经想象不到 比现在更差的时候了 最糟糕的情况就是现在了 所以这些中小型企业已经在那边半死不活了 现在 要政府帮忙一下这个账还还带 但是政府不帮 OK 当我看到这新闻 我第一个想法就是 你看 最近啊 我们的政府啊 财政部啊 一直出台一些啊 各种各样的派糖果陈车 就是补贴那些B4色的 就是 总的一句话来说就是呢 一直派钱 给穷人 穷人 然后呢 地下阶层 公务员 穷人啊 一直疯狂的派钱 所有的政策都是有利于这些 地下阶层 OK 但是 到了中小型企业这边的时候就我不管你的死活了 你要死要活是你的事 不管我的事 你们有这样的感觉吗 其实大家都知道 为什么会这样呢 因为大选要来了 大选要来 你中小型企业 你只是 中间的那一层罢了 而且中小型企业绝大多数还是华人 OK 华人 都知道你们对国阵的支持利益是搞不到哪里去了 OK 最主要的还是要先照顾一下 B4色 穷人 国务员 那些才是国阵的铁票 OK啦 有政治考量了 这个是大家都知道的事情了 OK 所以 现在这个 中小型企业 我看只会雪上加爽 接下来呢 你会看到很多倒闭潮 现在已经开始了 不是接下来 现在已经开始了 倒闭潮 OK 好 这个新闻我过去了 我现在在讲下 又是一个财政部长 财政部长今天又讲了一个很浪人喷翻的话 你大家看一下 他说呢 马币虽然呢 兑换美金是跌很多 但是呢 如果是相比其他货币的话呢 我们还是很不错的 这个情况就是这样 你知道吗 就是讲 你拿了全班最后第2名 然后呢 你跟全世界人说 我们 虽然成绩不是很好 但是我们不是最差的 还有人比我们差 大概就这个意思 OK啦 虽然 他坚称自己不是最差啦 但是他是什么成绩呢 大家看一下 我们现在马币对美金 来到了24年来最低 24年 24年前是哪一年 24年前是 1998 1998 24年来最低 极厉害的成就 OK OK 我们财长讲不要看 美金要看其他货币 好我们现在来看其他货币 来看其他货币 不远不了 就是隔壁新加坡 又是新低 3.22多 所以呢 除了美金 我们对到其他的货币也是一样死 对新加坡就已经死了 不要死了 OK 今天还有一个经济数据 就是 你们看一下 我之前我有提过的 其实呢 我们要真正的计算每个国家人民的购买力 有两个民间的指标 一个叫做 MacDonald的大卖指标 就是 人 要做工多个小时才可以买起一个大卖 喷宝宝 然后另外一个指标呢 就叫做iPhone指标 就是呢 这个国家人要做工多少天才可以买到一家iPhone OK 数据出来了 每年都有排名 今年呢 马来西亚的排名就是呢 在 马来西亚人平均要做工36天才可以买得起一家iPhone 这只是平均 平均 平均36天 如果你真的是要中位数的话还会更低的 OK 好 我们看排名比较有意思的是排名 这个iPhone排名了 这一次呢他选了76个国家来排名76个 然后你知道马来西亚排名第几吗 马来西亚排名48 76个国家排名马来西亚排名48 你知道这个代表着什么吗 啊 这代表着这76个国家里面呢 有三分之二好过马来西亚 马来西亚是最后三分之一 马来西亚曾经是一个极好的国家 现在马来西亚在 最后面三分之一 听到都心酸了 OK 好 我讲的这几个课题都是跟财政不有直接的关系 最后我再讲一个也是跟我们经济很有关系的东西 就是 大家看一下这个新闻 我们的 中油价最近跌到新低了 跌到近年来的新低 为什么会跌到这么严重呢 主要还是因为印尼那边最近 他们改变了他们的政策 之前印尼的中油不能出口吗 现在他们的政府开放了 他们可以自由出口了 所以 突然间这个全世界第一大 生产中油国 突然间开放国门 这个全世界市场 突然间涌进了很多中油 中油就要肯定跌了 而且是跌到很离谱 跌到近年来最低 这时候呢 我们就要看一下一个旧新闻 不是很旧报 一样是今年的新闻吧 大家看一下 就是我们的 马号总会长魏家祥 他以前曾经每天在那边吹 他吹什么 吹呢 那时候呢 中油价低迷了 就是因为这个 西连执政搞的鬼 然后呢 你看西连一倒台过后呢 中油价马上 77777 所以那时候他说呢 小元祖应该要庆幸 这个西连倒台了 所以中油价才挤 现在呢 执政的是国阵 中油价也是跌到很够力 不知道小元祖们 还应该要像魏总所说的 应该要庆幸吗 OK 其实 全部都是车刀炮吧 这个中油价跟水执政 一点关系都没有 纯粹是什么 纯粹是 当初 西连执政的时候 那时候呢 印尼的政府 依然是像现在这样 是开放国盟 就是 可以把他们的中油价出口 中油出口出去的那种 后来西连 执政末期的时候 到了这个 谁借手的时候 这个国阵借手的时候呢 那个印尼才改变政策 就是 禁止这个中油 的出口 然后那时候呢 中油价才飙到很高 然后那时候 国阵讲是他的功劳 也不去看一下 隔壁印尼的中油价也在起 OK 好 然后呢 现在呢 印尼改变了政策了 又可以开放出口了 现在中油价又跌回来了 落子到死了吗 OK啦 所以我告诉你们 千万不好讲片话 讲片话的话呢 你就要用另外一个片话 来盖这个片话 迟早有一天会传榜了 你当初呢 你很大声的说 这个中油价跌 是因为 西连执政 的原因 其实真正的原因 纯粹是因为 印尼的政策 变来变去吧 纯粹是看 印尼的政府 有没有禁止中油出口吧 就是这么简单 然后现在 印尼改变政策了 中油价跌回来了 这时候 执政的是国阵 国阵已经执政两年半了 这时候你还想来回西蒙吗 这时候呢 又要问回你了 你当初讲的逻辑 已经不成立了 现在你想多一个 新的逻辑 来 反驳一下 OK 好 今天我就跟大家分享到此为止 谢谢大家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